7月9日 香港特區政府衛生署 衛生防護中心公布 截至當天下午4時 香港在過去24小時內 共新增42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累積確診個案增至1366宗 新增本地個案涉及多個群組 3個都是我們之前說的港泰護衛中心的個案 有9位可以找到一些類似 是和之前有個案有關的個案 其中有3位是迫使司機 另外還有2位我們暫時都沒有找到 一個明顯的病人或者是和一些關聯的 鑑於本地感染個案上升 香港特區政府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時宣布 政府有必要事實收緊部分防疫措施 新的先驅措施將於7月11日生效 為期14天至7月24日 同一場在會進行不佩戴口罩活動的處所內 或者是房間的人數由16人收緊至8人 當中包括健身中心派對房間和卡拉OK場所 也是因應社區的群組個案 我們都會主動進行一些針對性的檢測 目標的群組包括一些安路院舍的員工 餐廳的員工以及公共交通司機等等 陳肇時表示 預計香港的疫情未來一段時間內有波動 短期內出現多宗本地個案也在預期之內 政府目標是希望通過各項邊境、社交距離及簡易隔離等措施 將感染情況和確診個案維持在香港醫療衛生系統可以複合的範圍之內 NASTE